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今天观修第47修法 也就是我们前行里面前面通过四种厌世性的修法 就是真正看破犯下今生来世 对轮回升起这个真实的厌利性 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就是再讲了解脱的利益 这个就是前面有两个观修 随福德分的上根和随解脱分的上根 然后的话这个解脱的前提就是由一子善知识 所以我们从这个修法开始就是这个一子善知识部分 那么在三处三上引导文里面一子善知识和是善识瑜伽 放在一起的 所以它分为两个科胖 首先是视为善知识的自信 再一个就是修善识瑜伽 而视为善知识的自信又成三个范列 一个是视为差别 再一个观察法相 再一个赞顺功德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视为差别 也就是视为善知识和恶知识对我们的影响 有哪些差别而作出正确的取舍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要这个就是了知一子善知识 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那么这个就是说世间有这个就是说自学成才 但是在前行里面讲过一切佛经续部论典当中 从来就没有记住过不一子善识而成佛的例子 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想真正走向解脱 必须要一子善知识 然后一子善知识要懂得一子的方法 当我们在一子善知识部分讲了三个 前面首先要观察善识 再要这个一子善识最后修学善识的异性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 这个我们一直在轮回六道里面流转 对邪道是很有造诣 对轮回的路我们走得太熟悉了 不要别人教贪嗔痴 但是这些业惑烦恼自然的就具足 那么这个就是没有 这个就是一子善知识 对这个解脱和辫子的圣道 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蛮人 迷失在空旷的荒野一般直直身上 而且从来就没有不依靠山主 而从如意宝舟 这个就是取宝的例子 那么同样我们作为凡夫人的话 要想走向解脱与辫子的宝舟 必须要毕恭毕敬的一子善知识 所以的话就是说 大家要知道这个一子善知识 它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刚才讲的啊 确确实实我们想走向解脱的话 必须要依靠一个啊 这个就是过来人啊 那么这个善知识啊 这个就是说贤结千佛 历来的子般上世诸佛 都是依靠善知识而成就佛果的 所以的话就是说 作为凡夫人 我们本来啊 这个就是说 自己没走过解脱道 很陌生 很容易随外境而撞 那么假如依止了一味 良思义友的话 我们的思想行为就会变得善良 自己的行为就会变得如理如法 那么前行啊 这个大爷们前行的文理念 也打了一个比方 一个普通的一件树木啊 它本身没有任何的味道 那么落到了 玛雅拉山的檀香树林当中 檀香树 它会发出自然的这个檀香味 那么经过数年以后 它自然就熏散了檀香墓的妙像 同样的啊 我们虽然是凡夫人 亦或烦恼袭击击很重 但是假如我们依止了聚上的高僧大德 久而久之就会侵染上啊 这些高僧大德 善知识 他的功德的妙像 那例如善知识相续当中的出离心 菩提心 对善事上宝的信心 空心的智慧 前身的人格啊 还有这个啊 这个是无量心啊 啊 这个等等啊 那么啊 或者是看破放下今生 看破放下来世啊 那么或者相细中的无常光啊 这个想马难得的这个境界 那么就是说我们再跟他们一起啊 这个就是依止的过程中的话 慢慢慢慢在我们的相细中也会啊 慢慢慢慢升起这些功德 随学上师的义趣 就好像啊 一个叉叉相 相成印模当中起出来 那么跟印模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同样的依止善知识 自然就会虚感上他功德的方向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以后 为了圆满增上自己的善法功德 一定要全心全意的 依止一位善知识和善友 那么相反啊 如果依止了一位恶知识和恶友的话 自然就会沾染上他的过化 在前世音啊 引导文里面啊 也讲过啊 当时佛陀把阿郎带到卖鱼的店里面啊 这个是在这个讲记里面 本来啊 这个是吉祥草 但是放在鱼堆里 以后吉祥草就会变得很臭 那么这个功呢 也说明我们跟恶知识长期相处啊 依止一些恶的道友 恶人的话 就会染上恶之死 恶的习气 从而恶名远扬 例如平时所讲的 禁朱者刺 禁末者黑 我们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不管接触恶友还是善友 哪怕时间特别短 那么都会对自相续产生影响 那么懂了这一点以后 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啊 这个减轻断绝不善业 断绝不善业 那么本来作为凡夫人 相续中烦恼和习气就是很重 那么为了减轻不善业 我们必须要远离恶知识和恶友 那么再者 依止恶知识和恶友 他也会障碍我们的解脱 成为修行的唯品 在《展生源八五侠》里面讲过 为魔所词 这就是被恶知识和恶友影响 而障碍自己的修行 所以在生活当中经常要观察 特别是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恒和伤 那么现在到大都市里面 去的一些活佛 尚是很多 鱼轮混杂 有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 依止了邪知识 就会毁坏自己的今生后世 所以一定要谨慎的取舍 那么在依止善知识之前 要好好地观察 他是不是具足法相 要啊 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 来了一位三十的灌顶就去求 先移植 然后在看到不如法以后又舍弃 这是不合理的 特别是我们在汉地这种情况很多 有的不懂得移植的这个方法 首先看到了一个就啊 就是说不去观察就先移植 移植完了 后面又舍弃 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啊 一旦是移植了一些恶知识的话 那么啊就会染上他的过患 所以的话就是要大家啊 要懂得移植的方法 然后了知恶知识的过患 平时一定要谨慎的取舍 多祈祷善事三宝 让自己远离恶知识 真正的清净啊 善知识 那么懂得了这个善知识和恶知识 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以后 为了断除一切过失 真善一切善妙的功德 务必要远离恶知识和恶友 一直具有法相的善知识和善友 其实不同的人 对我们的思想行为 会有不同的影响 在前行里面也讲过 善知如果没有观察弟子 对善知不好 那么弟子如果没有观察善知的话 对弟子也不好 就像莲花生大师说过 不擦善知如引毒 不擦弟子如跳眼 善知和弟子都会相互影响的 包括我们入了密层 这个就是说 毁坏了 破了密层界的话 那么三年没有忏悔 那么再去忏悔的话 善知接受对善知也会影响 那么弟子也是要堕落 堕落金干地狱 所以的话也就是说 大家我们前面讲了这个 这个就是说 讲了这个出离心 那么我们一定要走向解脱 而解脱的话 必须要有意识 善知识 大家要懂得意识的方法 然后要如理如法的意识 所以作为一个初学者 防复众生对此一定要有定解 那么认识了以后 思想行为就要如理如法的取舍 尽量远离恶知识和恶友 尽量如理如法的 一指善知识和善友 那么要一指善知识 又首先要好好地观察 他是不是善知识 具不具足善知识的法相 这就是我们第二步要做的 所以的话就是说 真正一指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又很重要 前面讲了 尽诸则刺 尽默则黑 那么我们就是依靠这个善知识 带领我们走向解脱 同时还要发愿 生生世世都要远离恶友和恶知识 生生世世都要依止 具象 具缘的善知识和善友 真正走向解脱和变质的佛果 所以的话 今天的这个修法 就是我们在依止善知识之前 首先要了知 依止善知识 它的功德 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后要了知 依止善知识和恶知识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从而要远离恶知识 要清见善知识 发愿生生世世 不离开善知识 这是我们今天 这个要观修的 在这个基础上 在依止善知识的时候 再要观察善识 它具不具足法下 这就是我们下一次 要观修的内容 所以的话 就是说大家可以讲 我们在座的能够入学会 能够依止到佛陀般的 我们善识人波切 这是非常有福报 那么有时候我们 凡夫人观察不了 那么就是大家公认的 这些高僧大德 结果我们依止了 也是很有福报 这个时候的话 要好好地珍惜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真实的观修 这些高僧大德 苏人的一大家子 把你头来 你别在了 很不死长 结开了 结瓦了 很失败 是被 主日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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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